大家好 欢迎来到榴莲哥阿姨频道 今天就揭发一个惊人的揭苗榴莲鸯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榴莲的枝叶 这是精整榴莲的树枝 今天来分享 怎么样最简单的培育榴莲树苗 首先用小刀把叶子去掉 留下一小片 这样重复的把叶子去掉留下一小片 这样子我们正完成的第一步骤 准备培育的土壤 准备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是白鸡 很多网友都不相信这白鸡到底可靠吗 看下去你就明白了 白鸡可以刺激植物生根 而且是很好的肥料 这些泥土看起来很干燥 我们倒点水把它弄湿吧 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一定要潮湿肥沃泥土 把土打湿 重复的做打湿为止 接下来我们挖一个洞 把白鸡拿出来再用刀子把外皮削一削 把刚刚的白鸡削一些放进去 白鸡需要煮熟 要给一点耐心 慢慢地做 一点一点地把它放了进去 请注意 我们一定要把它弄细了才放进去 请放心 这是煮熟了的白鸡 不费劲就可以捏出来了 不用一下子的功夫快要搞定了 我们做好了就把泥土盖起来 把剩下来的白鸡碎片放在泥土上面 接下来的步骤非常重要 请仔细注意 记得我们把白鸡杂片放在上面 别把泥土压紧 记得泥土是要松的 轻轻地把榴莲苗插在泥土上面 然后轻轻地再把泥土盖上去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最后的步骤 盖上塑料瓶起到保温的作用 榴莲更容易成活 45天以后 大家一起来看看到底会成功吗 首先轻轻地握住榴莲苗 把水浇上去 确保土壤松软 成功了 枝叶已经生根了 你兴奋吗 我们太兴奋了 想不到我们真的等到这一天了 好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